夫妻管教并不是两个 一个正一个负加起来就会变零 没有 对 那个负责就会一路负下去 所以很多家庭会面临 尤其现在隔代教养 他会发现老人家特别的松 所以你在那边 就态度规矩越来越不好 回到家我就给你再好好的调回来 对 交往过正一下 那其实你等于是不断的把你的孩子 往那个另外一个人身上推 他以后跟你的疏离感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觉得 保持有那样的一个规矩 比较严格的那个人 的确我们知道你都是爱孩子 但不要那个脸色还有那个态度 不要因为另外一半的松脂 又在变本加厉 对 提醒我 对